联储最鹰派的时间过去了 不代表鸽派的立场即将来临 也许今年底明年初 FOMC停止加息 但是不代表联储很快有减息的空间 大家好 我是陶东 欢迎收看陶关天下 继非农就业数据之后 美国的通胀数据也出乎分析员的意料之外 资金欢呼 通胀见顶 市场调低 联储加息息 股债其升 美元回落 市场的乐观情绪遭到联储高官的回击 我们抗击通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市场的通胀焦虑起码得到了缓解 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收缩0.1% 这是疫情封锁以来第一次负增长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削减通胀法案 这是罗斯福时代以来最大的专项公共开支 预计对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带来很大的投资 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不如预期 本周为大家准备了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美国通胀 我们认为已经见顶了 但是联储未必给予降息 第二主题是美元汇率下滑 其他货币升值 第三主题是汽油价格 在瑞与栏目呢 我们通过2020年的大选的投票分布 看看美国政治立场的对立 好 我们进入第一主题 美国通胀 美国7月CPI同比增长8.5% 环比增长零都好过市场预期 通胀零增长呢 在我们上期的节目中有提到过 核心通胀5.9%也好过预期 与上期持平 通货膨胀同比掉头回落的最大原因 是能源价格的下降 不过食品价格就继续上升 食物消费品的价格显著回落 反映供应链问题所造成的 价格压力已经缓和 旅游成本也见回落 但是服务消费的成本依然高起 餐厅环比涨0.7% 娱乐服务涨0.4% 这说明工资上涨对物价的影响仍在蔓延中 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仍在持续 租金环比上涨0.7% 较上个月的0.8%稍有放缓 但是仍然是太高了 租金是核心CPI中权重最高的单向指标 这种数据引起了市场的一阵欢呼 认为通货膨胀已经见顶 联储政策最强硬的时间可能已经见顶 十年期国债利率在CPI数据公布后 瞬间下滑了八点 不过之后辗转回升 期货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 今年加息预期也瞬间下调到了3.5% 然后又辗转回升 美元汇率大幅下作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不出现大的意外 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可能已经见顶 但是觉得市场可能过度反应了 联储最鹰派的时间过去了 不代表鸽派的立场即将来临 也许今年底或明年初FOMC停止加息 但是不代表联储很快有减息的空间 美国通胀的最大源头是工资上涨 由此吹升出服务价格上升和租金上升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见到消除 而且有进一步蔓延的可能 如今去餐厅吃一顿饭的成本是两年前的一倍 加满一缸汽油的成本是两年前的两倍 生活成本的预期变了 而员工在就业市场又有一价能力 多数企业也有加价能力 这个骨牌效应还会持续 鲍威尔明言对未来的利率走势 不预设目标 根据数字情况做决定 9月FOMC会议前还有一个就业数据 一个通胀数据 这两个数据将决定9月会议加息50点还是75点 那么我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前政策利率上升到3.75% 然后联储停止加息 但是服务价格和租金没有大幅回落之前呢 联储恐怕明年也没有降息的机会 今年三月的时候 美国CPI达到8.5% 市场大滑股市大跌 现在八月份CPI又见8.5% 市场大跌股市大升 中间有没有点不妥 大家自己考虑 我认为通胀交易和衰退交易两条主线 在未来几个月还会交替出现 重点新闻 美国7月CPI2年上升8.5% 升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7% 扣除食品及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上涨5.9% 同样低于预期 总统拜登承认 美国政府拉低通胀的努力 仍未足够 但正向着正确的前进 树猪肉 鲜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响 内地7月CPI2年涨幅 扩大至2.7% 创两年新高 核心CPI2年升0.8% 中国7月人民币新增贷款 6,790亿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1.13万亿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560亿元 低于预期的1.3万亿 同时是2017年最低的单月增长 广义货币M2 按年增长12% 高于市场预期 中国7月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18% 创今年以来单月最高 进口按年增长2.3% 贸易顺差1,012.7亿美元 扩大81.5% 再创新高 人民银行在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中说 要兼顾保护好 稳增长 稳昼业 稳物价的平衡 同时保护经济免受通胀抬升的威胁 并坚决不搞大水漫贯 不敲花货币 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出现萎缩 第二季GDP按季收缩0.1% 按年比较 第二季GDP增长2.9% 略胜预期的2.8% 为远低于首季8.7%的按年增幅 美国CPI数据弱过预期 带来了市场对联储紧缩政策见顶的期望 部分市场人士甚至开始预测减息 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改变触发了美元汇率的几跌 美元对各主要货币都出现了贬值 而这个呢又推动了能源大宗商品和黄金价格的反弹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美元汇率 汇率是两个国家基本面的折射 反映着在经济健康程度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 以及货币政策前景上的此消彼长 美国经济增长在放缓 但是比起欧洲日本仍然好很多 美国是能源进出口国 虽然能源成本升高了 经常项目却没有像德国日本那样 从巨额顺差变成巨额逆差 我相信美元汇率回调 是对个别数据意外而引起的条件反射 从最新的各国的CPI数据以及走势来看呢 超买的美元有调整的理由 在各主要经济大国中间 美国是第一个CPI见顶的 所以联储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货币政策 美元汇率在短期偏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经济基本面上看呢 美国经济要强过其他国家的经济 联储可能今年底或明年初停止加息 相信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 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停止加息 的确美国的通货膨胀见顶快过欧洲 但是欧洲见顶之后的回落会快过美国 因为欧洲没有就业市场过热的问题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是高过德国法国的 吸引欧洲长期资金流入美元区 我相信这一轮美元升值并没有结束 美国受到不少因素的牵制 但是比起其他国家的情况呢 还是比较好的 本周焦点 美国将公布7月零售级制造业数据 中国将公布7月消费级投资数据 日本第二季度GDP出炉 欧元区英国日本将公布7月CPI 本周焦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FOMC7月会议基要 预计联储高官考虑放慢加息步伐 会议中应该讨论到经济的放缓 不过回避了降息议题 第二个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和零售 预计经济活动仍然受到挑战 同时呢 欧元区第二季度GDP增长可能被下方修正 根据汽车服务公司AAA的最新数据 美国全国油站的平均汽油价格跌破4美元 比起两个月前的平均5美元呢 下降了20% 下降幅度是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最快的 能源价格高期令今年暑假的驾驶出油人数降低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呢 过去四个星期的汽油需求比年前下降了6% 注意去年这个时候疫情还是一个因素 美国的原油消耗大约每天890万桶 处在历史平均水平之下 这种局面和我们年初时的想象呢 有明显的出入 总体来讲美国的消费还是很旺常的 但是对汽油的消耗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毫无疑问这和汽油价格暴涨三倍有直接的关系 汽油价格回落对于联储是好事 也是我们断言美国通胀见顶的主要理由 对于拜登政府也是好事 拜登的民意支持率只有40% 虽然比三个月前的36%有改善 但是仍然处在很低的水平 比历届总统上任一年半后的平均水平呢 低出一大劲儿 很不利于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表现 这次油价迅速回落对于民主党是一记强心症 美国人如今最大的经济要求是控制物价 汽油价格大幅下降 92%的美国家庭起码拥有一辆汽车 美国是汽车拥有量最高的国家 它的人口占全球人口4% 但是消费着接近20%的全球石油 油价回落给美国人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有利于消费信心和经济增长 在欧洲汽油价格也出现了回落 欧元区汽油价格下降了9% 英国8% 欧洲普遍对汽油征税较重 加上欧元英镑贬值呢 欧洲的油价下降的没有美国那么快 我个人认为天然气短缺对于欧洲的影响大过石油 接下来我们进入瑞义栏目 美国的政治对立和社会撕裂 随着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私宅 遭到FBI的突袭搜索而进一步激化 其实美国多数州的政治立场一般已经定型 或者支持民主党成为蓝州 或者支持共和党成为红州 每次大选的摇摆州一般不超过十个 我们看看2020年总统大选 拜登拿下东海岸上部和西海岸 特朗普拿下东海岸的南部 以及多数的中部中西部地区 美国大约有3000个郡 特朗普拿下2497个郡 拜登只赢得477个郡 只有特朗普的五分之一 不过注意 拜登赢下的郡占美国GDP的71% 而特朗普的郡只占29% 民主党拿下的多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 政治理念比较开放 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在农村 政治理念偏保守 这种城乡对立 开放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立 在社交媒体的催化下愈演愈烈 甚至不惜动用暴力 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的话说 美国政治精英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婆罗门阶层 华盛顿政客 自由派媒体 打基金会 精英大学 觉醒企业 抱团成了利益集团 腐败傲慢 只关心自己 特朗普的出现是对精英阶层的宣战 而且他把社会鸿沟包装成邪恶的阴谋论 于是社会鸿沟变成了社会分裂 关于1月6日国会山动乱的听证 以及FBI对特朗普私宅的搜索 稍有不慎 就可能导致美国新的动乱和更大的社会撕裂 本次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星期再见